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比较潮湿的时候就进行绘制 通俗点说这就好像是在给墙壁纹身 德国艺术史学家奥古斯特茅 他将庞贝古城的壁画分成了四个风格 分别是第一风格 第二风格 第三风格和第四风格 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敷衍 但是他却完整地记录了古代室内装潢的发展史 第一种风格就是在石头上画石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纯属装壁 因为那基本算不上是绘画 其实就是在一种便宜货上面涂色 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更加昂贵的材料 就好像大理石这样的材料 到了第二风格呢 家装就开始发生了转变 凹娇的罗马人为了使自己的房间看上去更深更大 便研究出了透视法 有近大远小的空间透视 和近处清晰远处模糊的空气透视 空间透视能够衍生房间的空间感 制造一种虚拟建筑面积 其实早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古希腊画家为了雅典设计舞台布景的时候 就首先使用了这种空间透视法 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舞台美术 到了第三风格 不知道古罗马人又中了什么毒 开始玩起迷幻风 在古罗马的世界中 人们的品味变化很快 古罗马人不再试图在墙壁上 画三维世界来装逼了 在第三风格中 你经常可以看到画框里的画框里的画框 就在这种无限的循环中自嗨 最后是第四风格 说起来这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前三个风格混搭在一起 就成了第四风格 它的特点是很拥挤 很混乱 很俗气 公元64年 罗马城大火 当时的尼路他不去救火 居然爬到高楼上 看着大火唱歌 大火烧毁了罗马城的大部分 随后尼路干的一件事 便是在废墟上建起了他的黄金屋 言归正传我们再来看一下壁画上的内容 旁贝在当时古罗马是大宝剑之都 那里一共居住着两万多人口 近有三十多家档次不同的祭院 祭院的墙壁上充斥着各种小黄图 从羊毛染铺到商店到宾馆的墙壁上 处处都留有庞贝人的高潮印记 许多裸体及集体性行为的画像 都被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了 场面相当的香艳 根据历史学家指出 这些墙壁衍生至天花板的壁画 不仅是装饰 其实有更实用的功能 它就是一本大宝剑服务指南 不过除了这些毛篇画 古罗马的绘画 有很多是对古希腊绘画的直接模仿 无论是题材还是图像本身 都是直接来源于古希腊绘画 他们把希腊的神话的内容 挥制在家里的墙壁上面 那既用于装饰房间 那也是一种文化品味的标榜 之前讲过 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区别 在于艺术的记录功能 这一点在罗马的肖像中 也得到了验证 比如说这幅夫妻肖像 那画中的人物正面注视着观众 那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画中的女性手上拿着一支笔 笔尖压在自己的嘴唇上 摆出一幅当时比较时尚的pose 她的丈夫手里拿着一本书 文盲夫妻 瞬间转化成了知识分子 古罗马人的肖像中 最为杰出的作品还有一件 尤迪克男孩的肖像 古罗马人用高超的手法 表现了一个穿白衣的小男孩 注意他的眼睛 他的天真无邪全部通过一双眼睛表现了出来 庞贝壁画的四种风格 清晰展示出了在300年左右的时间里 古罗马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从第一风格那种简单的装饰 到第四风格那种复杂的设计 体现出了罗马人对室内装潢观念的变化和发展 尽管有不少画作都是对古希腊的模仿 但是他们也在不断的山寨中 寻找和摸索出自己的风格 直到后来基督教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古罗马帝国的艺术 那也标志着古代世界的宗旨 在历史的长河中 古罗马的艺术一直在经历战争和宗教的蓄意破坏 现在剩下的只是当年的一些碎片了 但即使是这些碎片 都可以给后世的人带来足够的灵感 在今天的欧洲到处都保留着古罗马的文明遗迹 罗马的神庙变成了现在的教堂 古罗马的建筑中的拱顶 被应用到了现代的民居 餐馆 工厂和博物馆中 古罗马的艺术具有一种帝国风范 它吸收了大量的其他民族和不同领域的艺术形式 艺术的表现手法也相对自由 风格面貌较为多样 我时常在想 罗马艺术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它在整个西方艺术史中建立了一种最高的标准 这种标准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都未被超越 罗马艺术从山寨到融合 然后再创新 这整个过程中 更是对现代社会状态的一种遇事 它连接着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西方世界 同时又无声而有力地见证着古希腊的光荣和壮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